他20岁的奥运冠军后宣布退役,考上北大学转做演员,提起刘璇对于不少观众而言刘璇的身份则远比他是演员要复杂得多。 刘璇被大众所熟知,不是因为他是娱乐圈的艺人,而是以体操世界冠军的身份,走进大众事业。 1992年年,近12岁的刘璇参加全国体操锦标赛,获得高低杠冠军。 1995年,刘璇在中国杯国际体操赛女子个人全能比赛中,夺得女子平衡目,自由体操和女子个人全能冠军。 1997年,17岁的刘璇,成为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。 1998年刘璇在世界杯体操总决赛,善获得女子平衡目冠军。 此时刘璇身为运动员的生涯达到了巅峰状态。 体操界甚至有专门以他名字,命名的高难度动作。 刘璇丹币大回环2000年悉尼奥运会刘璇带领中国女子体操队,取得了团体继军。 自己获得个人全能继军以及平衡目冠军,创造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成就辉煌,让刘璇受到不少人的瞩目。 但在刚刚达到巅峰的一年后,21岁的刘璇就火速宣布退役。 同年就在娱乐圈出道主演了电影《我的美丽香愁》。 徐静磊为他作配,获得最受欢迎女演员同奖加入娱乐圈,就迅速打响第一套不说。 刘璇同时还被北京大学录取,成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名学生。 刘璇出道到现在拍的戏并不多,但早期每一部配置资源几乎都不算差2009年。 他拿到香港身份证后,还进入香港演艺圈,主演了一部TVB的大女主剧《女拳》。 他在里面变身打女这在环境相对封闭的TVB中,作为非香港艺人的刘璇,成为绝对女一号,足以说明其实力但因为拍的戏太少。 刘璇在演艺圈里的水花也越来越小直到今年的扶摇。 他出演了《反派飞烟》也没有几个人,把他认出来,如果只是出道拍戏。 刘璇其实和其他体育、转娱乐的明星没什么差别,但他又回到自己的老本行体育界,做起了运动品牌做了老板,顺便还考上了国际体操裁判证。 刘璇简直如开挂一般多重身份外又加了一众,重心不放在拍戏上,也是正常而在感情方面。 刘璇也是顺风顺水。 丈夫王涛和他恋爱长跑12年两人感情维持多年后,2013年在香港的一艘大邮轮上举办海上婚礼。 而刘璇的老公王涛也不一般,长相高大帅气不说,还是飞升国际的单簧馆演奏家。 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两人,说得上十分般配,结婚多年也非常恩爱。 2015年刘璇生下自己的儿子小名叫熊啾啾正式升格,为妈妈从奥运冠军到北大学吧。 那代道演员,国际裁判,企业老板,母亲刘璇的一路走得顺风顺水也着实令人羡慕啊。